在古色古香的俄亥俄州雅典小镇,坐落在连绵起伏的群山中,周围环绕着茂密的森林,有一个谜团让社区感到恐惧和困惑。 这一切都始于一个温暖的夏日,当时一个名叫汤米的小男孩在当地公园失踪。 汤米以其冒险精神和对户外活动的热爱而闻名,他经常花几个小时和他的狗Max一起探索附近的小镜和小溪,但在那决定性的一天,汤米独自冒险进入公园,再也没有回来。 随着时间变成几天,镇上的人们齐心协力寻找汤米。当地政府与社区志愿者一起,找遍了公园的每一寸土地,但仍未找到男孩的踪迹。 船单被分发,搜索队被组织起来,整个城镇都处于高度戒备状态。 几周过去了,案件变得更加令人费解。没有目击者,没有线索,也没有线索。 就好像汤米已经消失在稀薄的空气中。整个社区都笼罩在恐惧之中,公园里发生奇怪事件的谣言开始四处传播。 一些人声称在夜间看到树林中闪烁着神秘的灯光,而另一些人则报告说听到了耳语和笑声在树林中回荡。 一些人甚至谈到在寻找汤米时有一种被监视的怪异感觉。这个曾经深受喜爱的公园现在变成了一个充满恐惧和不确定的地方。 一天,一位名叫莎拉的年轻女子最近搬到了雅典,她决定去公园散散心。她听说过失踪男孩和围绕此案的奇怪谣言,但她将其视为当地民间传说。 莎拉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徒步旅行者,不惧怕树林。 当莎拉冒险深入公园时,她无法摆脱被监视的感觉。她听到微弱的窃窃私语,看到树丛间闪过的影子,但每当她试图靠近时,那里什么也没有。 她没有气馁,继续前进,决心揭开真相。 夜幕降临,莎拉决定扎营,希望能瞥见任何不寻常的活动。她生了一堆小伙,坐在旁边,用手电筒扫视着树林。 就在这时,她看到了让她几倍发凉的东西。 一个身影笼罩在黑暗中,站在空地的边缘,注视着她。 莎拉大声呼唤,但没有回应。她小心翼翼地靠近,身影血消失在了稀薄的空气中。莎拉感到困惑和害怕,但她的好奇心战胜了她。 在解开谜团的不屑渴望的驱使下,莎拉第二天深入公园。她偶然发现了一个隐藏在树林深处的废弃小屋。她又旧又破,但莎拉却被她吸引了。她小心翼翼地进去,里面的东西让她喘不过气来。 小屋里堆满了旧照片和简报,都与几十年前的失踪人员案件有关。莎拉拼凑出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模式。所有案件都来自同一个公园,而且都有相似的神秘情况。失踪人员一直没有找到,他们的失踪问题仍未解决。 莎拉正要离开小屋,她听到外面有脚步声。她从门缝里偷看,看到一个影子的身影走近了。她认出了昨晚看到的那个人影。还没等她反应过来,身影就凭空消失了,让莎拉吓了一跳。 莎拉迅速回到镇上,并与地方当局分享了她的发现。起初她们持怀疑态度,但莎拉的决心和证据说服了她们进一步调查。 对小屋进行了彻底检查,但没有发现任何线索,谜团仍未解开。 O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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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